在六岁的时候 因为生了一场病 身体就没办法排汗 到夏天的时候 不是常在地上散热 就是冲水 不然就是去靠墙壁 所以说那时候 遇到夏天 我的生活就会很难过 进了慈祭以后 也是同样的状况 也是会发生 有师兄教育我去当交通 结果整个脸都红起来 大家都吓了一跳 以为我去跑去喝酒了 后来我再一直思考 以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其他的功能去做的话 也会造成其他师兄师姐的困扰 所以说我就在人人症上面 这个区块一直做了十几年 因为我喜欢写字 从那时候就开始写文稿 我看到禁食语之后 我觉得越看越发喜 因为好像找到人生的方向 所以说我都会用石头 叶脉书签 然后甚至写卷轴 然后去写禁食语 跟大家绝缘 我们在慈祭里面 都会去看个案 所以我脑海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很多这些个案辛苦的状况 所以说我就会用禁食语 跟大家做分享 接触上人的法以后 让我知道逆境真上源 有时候最大的苦 反而是让我成长最多的 像我自己的身体的病痛 无形当中让我更加的去思索 所以说上人讲的心念转 业旧转 在做的当下 无论你碰到任何的逆境 你都能够用这些法 让让自己心安自在地 去把它度过